如果我沒有看錯 我沒有記錯的話 最貴的應該是這兩款 但你說是否鎮店之寶 就沒有這樣的稱呼 兩款都會是Omega 一款是 貴店賣甚麼牌子多? 貴店賣甚麼牌子多? 我應該是跟你說 我數量最多吧? 我數量最多我一定是Casio 但你說最貴我都有些Omega 這兩款都是七萬多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我店裡最貴的款 我未免答錯你們的問題 我都要找一些資料出來 否則真的錯了一時 一會兒答錯了 始終現在商品說明條例 我不可以亂答問題 一會兒資料性的東西答錯了 不要 不要 等我一等 我正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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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OK 好,大致上這兩隻資料都找了 找了給大家看,西瓜錶一集我們再看看 先看這隻西瓜幾有趣,好有趣 有隻錶起店鋪我覺得是幾令到店鋪的新氣都幾多 真是不錯,這隻是幾特別的 又要走回焦點回來,等我一會 好像未回來,真是未回來 OK,這隻回來了 好,這隻Omega的跌飛 先說價錢,大家會有興趣的,75800 這隻75800的跌飛有甚麼特別呢 因為跌飛很多時,如果普通羅馬志 皮帶款可能有些款去到 兩萬美三萬左右的定價都已經有了 為何這隻會去到七萬多那麼大分別呢 直播當然是喜利,我們總店,喜利 元朗大馬路,喜利商場地下,結成標行 現在就在這個現場 這隻為何會變到七萬多呢 其實外形沒甚麼分別 外形方面大隻少許,大隻過普通的跌飛少許 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機心 它這隻呢,你們會見到 這裏,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讀錯 因為正常我所見一般我認知的 是叫Perpetual Canada 這隻叫Anisho Canada,我有沒有讀錯這個名字 這個字我不太熟,英文不太好 但其實都是同一個概念,都是萬年力 但它又不會說是否有分別呢 因為它這裏介紹它這隻標是可以分別三十和三十一號 但萬年力標應該是潤月都會計算 但我不知道它這隻有沒有,因為它這裏介紹也沒有 官方資料沒有特別寫的話,都是那句不會亂說 我不知道 它最主要就是這個機心那裏 就會是多了這個年力標,它叫做年力的功能 它整隻標的機心運作就變得複雜得很重要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一隻手錶的機心 那個日期盤是怎樣去運作 如果正常普通機心就一個圓圈去行 你行舊去到三十號、三十一號的時候 它都會照行三十一號 所以你每兩個月要教一次 但如果它一旦牽涉到可以自己去分別三十和三十一號 即是說它裏面的機心是用機械的形式齒輪 怎樣裝陷,怎樣去用各種的調整 它讓它辨別到行多少格就要跳過去三十 行多少格就要跳過去三十一 還有它會有月份顯示 這個整個機心裏面的內部零件結構變得複雜了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它這個為何會變成七萬多元 而普通Basic大陸的跌飛會是三萬左右 其實這個就會在機心最大的分別 同族連力 官方名稱為同族連力 同族即是同族琴中機心 是三十三 哇好大隻蚊 等一會 標學 標學 好 沒有特殊 它七萬多就純粹在機心去呈現 我剛才看會不會是特殊金屬 都沒有,都是不鏽鋼鏡鋼殼 這裡是寶蛇,看官方資料 這條皮帶會這樣的,做了兩層設計 表面是鱷魚皮,底部是牛皮格 這裡是銀色的金屬指釘 我這部相機拍不到,其實指釘做到很立體 來的錶盤高度很高,看這個位置 每個指釘都做得很大顆 這個位置就要再講看看細節的位置 因為一隻手錶,一個機心,中間這條軸 飛回來,中間這條軸,如果它做得太長 機心的閒力度就要越來越大 相對當然會影響很多東西 以及針的長度、平衡各種 全部都要經過精密計算 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機心出來 所以如果它一旦的錶盤越特別 越離奇的設計 甚至乎這些指釘這麼高 其實它相應最起碼都要調高分針 以及秒針的高度 如果不是本身是很貼的機心 就會掃到指釘上 但它這些全部都是一些細節位 其實正常買錶的人都不會跟你講 這些那麼細細細的位置 純粹我們現在在吹水 所以我才跟你講 這些全部都是很細微細眼的工藝地方 但就是這些地方才令它越定價 可以越貴,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很多很多的計算出來的這些做法 不是隨便裝上去就做到的事 那錶面呢 錶面它有沒有寫是有甚麼特別呢 它沒有寫但我看到 它錶面雖然就這樣寫是一個銀白色的錶面 但都見到它會有少少紋理在上面 它的紋理還會有特別 有少少好像長身那樣 是否叫全力壓完MKY 我不懂其實這個功能我真的不懂 因為很少聽到這個功能 你可否分享全力和萬年力有甚麼分別 即是我都不是萬能 即是我都不懂的我都很想學 即是我都不懂的我都很想學 如果你知道的話介不介意分享一下 這支針反光 秒針會是一個藍色的烤青藍針 雖然很幼 但我都留意到 希望你們都留意到 都是一些提升了整支手錶 是一個比較格調的地方 還有這裏是否全部都是 如果你們有朋友過來 我們這個結成錶行 看Omega的話 見到這個波點 Omega在講 其他牌子不一定 有關系 反正Omega見到這個波點 你就知道這些蠢蠢 正呀 超蠢 你們可以到時過來看看 我免得留一些神秘感給你們 好 勁的全力 我都不太懂這個功能 我都要回去摺高枕頭再學一下 另外這一隻 都是蠻複雜的 雖然我刨過去的功課 但我都怕我講得不太好 這隻會是Omega Speedmaster 一個叫做雙標盤的系列 即是在Speedmaster裏面 再細分少少的款式 先看價錢 74,700 公價74,700 這兩個標盤是用來做甚麼 這兩個是用了黑色楊極氧化鋁鏢圈 另外會有測速計黑度 這個外圈 看看 其實不是說裡面的兩個圈 我只知道它用來測速 但它怎樣測速 好像有些分別 小秒盤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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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找到了 它這兩個盤 包括可以用來測速 也可以用來做脈搏計 以及測距計 這些是非常專業人士才適合用的功能 我就不會用 因為這些通常都會有些公式 或是有些指定的數字 去做一些參數 才可以計算到 那我就不會了 這些真的 分享不到給大家 但你見到它以紅黑白的設計 去做整個標盤 這隻非常有型 三款1940年代風格的螺旋圖案黑度 就是裡面這些位 這些就是剛剛的測速計 脈搏計和測距計 各種針就是秒針 計時的黑度 即使是指定都會做了一個黑色金屬指定 剛才 World Dreams說要看鎮店之寶 最貴的兩隻 應該是 讓你們看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過來我們總店 拿下來看看 喜歡就買一下 都可以 Hello Kenny Sito 你好 Sito師兄 漂亮就當然漂亮 價錢都很漂亮 有興趣過來看看 再不是帶走它都可以 沒有講Spec 剛才那隻 不要緊現在講回 先補充一點 這隻的 錶耳闊度 會是21mm 扣扣扣 48.6mm 厚度是12.8mm 你看看 它還有一個 拿寶石的覆鏡 計算覆鏡才是12.8mm 它覆鏡大概 我估計 它應該有差不多 一個mm 其實它整體 如果只是計錶殼 都幾薄身 其實我自己拿上手 它錶盤直徑43mm 50米防水 這隻 重量它全錶都是144克 如果你插錶帶再輕些 它錶扣是用了Speedmaster 一樣 即是跟月球錶的錶扣差不多 差不多一樣 錶帶就會是這個 這個叫做五格帶 不過它有兩個是右格 由拋光和拉絲組成 官方定價是74,700 當然這個是高價 有優惠的 說回剛才的跌飛的少許Spec 這隻是不數鋼錶殼 剛才說了 鱷魚皮的錶帶面層 和牛皮底層 另外它錶款是20mm 會自動跳大小雨 那隻應該是年齡 年齡 對 官方資料都是寫年齡 年齡 年齡是否即是萬年齡 因為萬年齡的英文 應該叫Perpetual Canada 它這個又不是這樣寫 我也不知是否實際有何分別 因為我很少接觸 年齡這個功能的名字 萬年齡我接觸很多 我都不肯定我都免亂說 不想誤導你們 它這個款式是標以20mm 套套套套49.9mm 所以你們大概可以估算到 搭上手就可以了 其實它這隻在我手本上都OK 萬年齡好像有升旗 萬年齡是否一定要有升旗 萬年齡好像不一定要有升旗 我都不想起 你這樣考我都想不起 我看到的萬年齡是否一定要有升旗 我都不想起 我知道萬年齡要有年 月、日 但升旗一定要有嗎 不太有印象 好像不一定 先說一下 這隻標盤直徑41mm 厚度14.2mm 這個合理 因為我機身始終 裡面其實機件是非常複雜多很多 它厚身是正常的 這個反而有100米防水 這隻只有50米防水 另外這隻是94克 全標的 94克就是94克 其實它現在連這個官方資料叫年齡標 它都會自動跳三十三十一號 即自己跳大小月 但萬年齡標我就知道它可以 因為它有計上潤年潤月 它就知道每四年還要再跳一跳 到這個28號、29號那些 所以是否一樣的東西呢 我都事後再找資料先 現在不知 現在真的回答你們不用